云林县西罗镇东南国中有三只孝狗 两年前它们曾是流浪狗 在几位女老师和女同学的任养照顾下 让这些流浪狗免于被扑杀的危机 学生们在照顾孝狗的过程中 学习如何更尊重生命 也改变了它们的态度和人际关系 成为生命教育的最佳典范 正午时分 云林西罗东南国中的学生们 正在帮孝狗洗澡 看它们净状和活泼的样子 很难想象两年前 它们都是流浪狗 就是照顾动物的日常起居 也顺便让它们没有经验的小朋友了解说 原来养宠物大概就像这样子 除了照顾它日常起居 可能还要付出爱心付出行动 然后帮它清理它的大小便 帮它洗澡 甚至还有就是卫生的问题 或医疗的问题 就观察它的健康状况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在照顾家人一样的简单 没有那么困难 志工学生们 有的曾经人际关系不佳 有的曾经态度叛逆 但在充满爱心的照顾团队里 竟有每天六次的遛狗 一周帮它们洗一次澡 还有固定的喂食 两年过去 有些改变慢慢发生 有些小孩可能本来态度是 会比较叛逆一点 可是在跟狗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因为也是 老师们是很爱心的 然后小朋友本身也是很爱心的 借由这样子照顾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潜移默化 就是小朋友的 就是我看到曾经有一个很叛逆的小孩来照顾 可是它到后来 它是整个非常有爱心 有耐心的 已经消失半世纪的狂犬病 最近又出现在台湾 志工们不担心 一如往常的照顾它们 虽然它们是流浪狗 但是它们已经有去打疫苗了 所以我不怕它们 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多 就觉得说 就算是养了几年的宠物 我觉得我为了怕人的危险 我就宁可把它丢弃 可是其实很简单 只要带它们去注射疫苗 爱它就要爱护它 照顾它 对这群学生来说 是最佳的生命教育模范 新唐的小店电视 廖立芬 唐曼云林采访报导 我说这群学生来评论 我说这群学生来评论 我说这群学生来评论